第12年18條 題目就告訴你,VABOY是72度 是72度 底是20度 接著就看旁邊的圖片 做了兩點PQ出來 削除了虛線部分 PBA就是60度 應該要看這個圖片去計算 我把這些資料記錄下來 底是20度 Square Base 接著我們要找AP多長 這個就非常容易 你看到有兩隻角 你會發現 咦,我們用20度 我們沒有對面的角 怎麼辦 其實這個用Angle Summer Triangle 就完成了 對面的角 是多少 80-60-42-48 所以AP多長得很容易 AP 就算是23.3 那41就要保存了 那應該是23.3070-4256 大家要記住 你做B-Part的時候 就不要用23.3去計算 你應該用你保存了數 那你Shift RCL 然後選擇位置去保存 好了,那列色1分 答案1分 好,接著輪到B-Part 好,先移滑一點點 那現在呢 Angle Between P, B, C, Q 和底A, B, C, D 的 的 交角 那就是α 來的 那就是想你找個α出來 兩個平面的交角 那你要畫兩隻90度角 那怎樣畫到兩隻90度角 那怎樣畫到兩隻90度角 出來呢 那看著 用藍色的畫 先放大一點點 那這裡轉過來 這裡有一隻90度角 那這隻呢 然後這邊拉過來 這裡有一隻90度角 那這隻呢 就是我們要找那隻90度角 那這隻呢 就是我們要找那隻90度角 那他作個名字給他呢 P, Y, Z 就 三條邊 你要找到的 那底的那條是20 來的 所以其實呢 你就找兩條邊的 就是P, Z 和Y, Z 收到的 那 就這樣算的時候 你能夠先選定 B-C, SUCH-DAT, P-Y, JUMP TOEB-C, SUCH-DAT, P-Y, PUMP TOEB-C, SUCH-DAT, P-Y JUMP TOEB-C. 切Z為AB上的1點,使得PZ垂直BC 中文的圖案,你自己寫一下中文吧 請留意,這裡有個位置比較難看的,就是PYA 你要看得到,這隻都是72度 因為它是一個正方形底的綴體,所以每隻角都是一樣的 AP我們計算了,這隻是23.3度 所以其實我們是找到PY的 我們先找到這個,SIDE72度 就是這個對邊,就是PY over AP 那我就不算出來,AP 不是AP計算了 我說過PY,PY就先不要寫出來 即是先不要讀機讀出來 寫著AP SIDE72度 之後要按機器的時候才一次過讀出來 這裡有用到初中CYC 就有一分,通常都有 不知為何我們剛才一開始做第一條就沒有 好,那接著就 這裡比較麻煩 因為呢 因為PY,PY,PY 我們就沒辦法用這個方法去找到答案出來 那麼這個位置比較難想到 是呢,如果我們想找PY,PY 再看回這邊這個直角三角形 PY PY,這一隻角,這隻角不是72 因为被人削走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它 那怎么办呢? 那就要用我们刚刚的图片帮忙 又在这里,AY 这个位置是最难想的,你想得到就做得到 那看着AY,AY就是在这条边 AY其实就是BZ 没找到BZ PB我们都找得到 一开始的三角形 红色的三角形 然后用不是定理就找到BZ 整个概念是这样的 那就比较麻烦 不过我们照样找了先 好,这次就用cos72 就是AY 除回AP 所以AY 就是APcos72 也是BZ 也是BZ 所以这条边我们找到了 好,接着只欠PB PB就是看红色的三角形 就能够找到 那我可以在旁边写 PB 就是对多少? 是cos72 看红色的三角形 好,接着 那接着呢 再要随便找一条边 20 20 over side 48 所以 PB 我们都找得到 就是 20 side 72 over 48 对了 那这个我也是不按 它出来 对了 那最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不时定理 找到PZ PZ 那就是开放 这个PB的二次 减回 BZ的二次 PB 我们也有的 PB 我们也有的 那所以呢 小心点按机 那就比较长的 那就都找到 PZ 对了 那就找到 PZ 这里来说 那就自己按了 就是 24.5612 4219 对了 那我们可以用到 对了 那我们可以用到 对了 那第三条边也有了 对了 那第三条边也有了 那所以呢 我们蓝色这个三角形呢 三条边呢 三条边呢 PY 和PZ 我们也找到了 PY 在这里 PZ 在这里 那 那最后呢 对了 对了 这里 对了 那这个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写这么多东西呢 它都只是给PZ 这个分离而已 只是给PZ 这个分离 那 也很好的 M分离 好了 那又来了 那这里呢 你回答呢 Alpha其实就是 Angle PZ 对了 那这个 就给一个M分离 哇 非常之划 这个 用回红色 先 好 那最后就用cos 就找到Alpha cos Alpha 那就是 22次 加回PZ 2次 对了 那你看到呢 我不会写24.5612 4219 那这么长的东西 那我就这样写PZ 就算了 因为我上面写了PZ 是多少 就是这里 已经写了是多少 所以你不用整个钞 可以交出来的 减分 这个 PY PY 这里 over 2 20 接着就 PZ 对了 那全部都找到的 那你入机的时候 小心点 那PZ 我们save在Boi PY 呢 就自己按 AP PZ 72 那AP呢 AP 我们计了 save在A的位置 对了 小心点 是这么烦的 这个就没办法了 那你慢慢按 就会按到答案出来 那Alpha 就是 58.6 到来 那你计到这个 最后就给到最后的 1分 整个B1 整个B1 是4分 好 那接着看下B2 那B2 那B2呢 就说 Beta 就比PB 和Base ABCD 的交角 那这里用绿色不画 PB 就这个 那我们要有个头影 在这里 成九十多角 就问你哪一只角大一点 头影 那这里就有个原理 就是 大家在 大家在这个位置 看着 黄色这里 沿着这条线呢 就看过去P那点 其实高度是一样的 那大家想像一下 就是 如果你越近 就是 例如我们在 在学校 不宜着看对面 可以看角金 多高 那 你会觉得 其实你的阳角是很小的 你不用很握高的头 握到很高 那你才会看到 就是距离越远的话 那阳角就越小 距离越近 就是 例如你在角金 楼下 你要看他顶楼 那你要握到头很高 那你才能看得到 那所以呢 那这个阳角 这个是我们第一直角 这个是第一直角 这个是第一直角 这个是α 那我们现在 这个呢 不是60度 60度 这是第二个 这个是β 两个都是看着P的阳角 所以 直角 就 直角 多大呢 就是看你在哪个位置看 那 越近呢 那就越大 那 所以就问你呢 是hp 距离 距离 所以这个一定是最短的距离 所以alpha的角度就会大一点 如何回答呢?我在旁边写B2 我让XB2P 中文是投影 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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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P呢?其实就是小过BP 为什么又说多一次?因为这个是垂直距离 那就应该是短一点的 PB是斜了的 所以这条线就会长一点 我先这样再画一次 这条线是Z 这条线是X 这条线是Z 这条线是B 垂直距离一定是近 一定是小一点 那打斜这里拉过来 就是软一点 那怎么可以传达得好一点呢? 这条线是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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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Pz 這個比Px大比Px 比Pb 因為2z是小一點 所以放在份母 所以它就大一點 這個就等於Side Beta 那麼Side呢 如果你看Side 這個幅圖 它頭的90度 正在上升 角就不會大於90度 所以角越大 Side的數值就越大 在頭的90度來說 這裡還要你寫完這句 這裡也比較難 由於α 和β 是小於90度 所以 Side 所以alpha就大於β 那你要回答這句 才會有最後一個分 這是很難的 這裡是給一些 拿五星星的同學去拿的 不過你懂得 這個角出來 它都會給你1分 你講清楚 beta 它1分是給beta beta 是angle pbx 寫到這個 它給1分 我都沒有寫到 它marking scheme 就是這樣給分 不過 如果像我這樣 答 然之有利 它的n分都會自動給你的 最後那兩分 就是這麼難 這些concept要好清 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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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